佩洛西投1億美元,令反川將軍嘉維蘭同警員保衛國會山。 白宮網寮長柯連恩徐廉聽證,拜登遭雙眠劫殺。 拜登稱美國回來了,蓬佩一句反唱,笑翻全場。 南宮一刀刺封城,嬰兒急病求疑,家長反租威脅。 靠包剪刀任命官員內蒙第一貪涉案30億。 據習道專家週末報導,佩洛西近日擇令著名的反川將軍退役中將霍羅爾,對國會山安全進行審查。 結果說國會山需要增加1,000名警員,並在國會山大廈和周邊地區修建新的圍欄,號資總額達1億美元。 在增加的1,000名國會警員中,將會有350名警員負責保護國會議員和其他工作人員。 霍內爾認為在已經被稱為佩洛西堡的國會大廈周圍,增賜大規模的安保力量是必要的。 霍內爾的審查結果還建議,應該建立一支由國民警衛隊成員組成的武裝干預部隊,並駐紮在國會山附近,隨時代命。 網友對佩洛西的所謂,進行了厲害的諷刺。 一名網友寫道,一是是政府害怕人民的義憤,一是是人民害怕政府的暴政。 現在看來,是政府害怕人民,讓我們保持這種狀態就行了。 這正應驗了美國開國元婚湯馬斯·傑忽信的名言,當政府害怕人民時,就會有自由。 當人民懼怕政府時,就會出現暴政。 另一位網友指出了更具體的問題,佩洛西想要在他的周圍建場,和加強保護,但他不修建邊境場,不加強對人民的保護。 使一億保護他,真是太荒謬。 某網友披露說,這又是一億美元的保護費。 記住,他在三藩市已經有一個圍牆大院,再加上他大部分葡萄原裝的邊界場。 還有一位網友說,眾議院那裡將他捧到議長位置的人,需要怎樣的心理聖授能力,和對這個國家的仇恨。 西斯極恐啊! 據新聞網站《國會山莊報》報導,白宮幕僚長柯蓮欣遭到多位共和黨籍國會議員批評隨念聽證, 並被冠以總理柯蓮欣的封號,暗諷柯蓮欣為實際掌權者。 共和黨指責,拜登1.9兆疫情紓困法案,堅決不縮減預算,就是柯蓮欣的緣故。 參議院共和黨黨邊南特科他州聯邦參議員洪欣指出, 由曾經參加會議的共和黨國會議員口中得知,柯蓮欣其實就好像隨念聽證的人。 參議院少數黨領袖麥康奈爾助理形容,柯蓮欣應該被稱為總理柯蓮欣。 共和黨說拜登並沒有完全掌權,真正話視的是柯蓮欣、眾議院議長佩洛西、參議院多數黨領袖舒盟。 今年2月初,曾率領10名共和黨議員與拜登在白宮磋商的緬欣州聯邦參議員柯林斯說, 拜登如今遭到舒盟與柯蓮欣相面劫殺,動不動。 另外也有共和黨人士指出,佩洛西正在推著拜登,向越來越左傾的方向走。 柯蓮欣說,問題在於,看起來明明是頗有建設性的對話,卻被民主黨國會領袖打回票。 柯蓮欣還指出,拜登與共和黨參議員在2月1日初商所獲得的任何進展,都遭到柯蓮欣扯後腳。 他說,當時在全程會議中,站在後面的柯蓮欣不停搖頭。 他如此表現無法令人感到欣慰。 拜登擔任美國總統後宣稱,美國回來了。 對此,前美國國務卿蓬佩奧日前在全美保守派大會上表示質疑, 反暢到,翻到了些什麼?引發全場一片笑聲。 2月27日,蓬佩奧在CPAC大會上發表演講時說, 拜登的口號是,回到過去,美國回來了。 蓬佩笑著反問,回到什麼? 他接著說,回到恐怖分子用導彈威脅我們的時候嗎? 回到要和伊朗道歉的時候嗎? 回到扼殺石油管裡? 回到給中共佔美國的便宜? 回到所有令美國置於風險之中的事情嗎? 我們才不要回到這些過去,這個是絕對不可行的。 美國必須強硬回應。 蓬佩在演講中,還批評拜登宣布重新加入巴黎氣候協議, 令美國自己削弱實力。 他表示,拜登上位後,習近平分分鐘都在暗字偷笑, 因為美國人輸了。 華爾街日報2月21日刊登一篇, 為什麼北京喜歡拜登和巴黎的蛇輪? 指美國正式重新加入巴黎氣候協定。 中共是最高興的,因為它知道該協定將限制美國的能源發展, 而中共就可以獲得長達至少10年的免費順風車。 文章還說,氣候協定對美國經濟必然造成很大損失, 但是協議對氣候的影響卻相等於0, 什麼變化都沒有。 可以預見,拜登將派遣距的氣候協議特使 去遊說中國減少廢氣排放量。 這個會令習近平高興, 因為習落於對未來造出空洞的承諾, 但卻會要求拜登現在, 就在台灣貿易等方面作出讓步。 中共病毒疫情爆發期間, 河北省南宮市政府實施極端防控, 封門封戶一刀刺, 造成當地民不療生,百姓冤聲再度。 南宮降為低風險後, 繼續封門14天, 才開始陸續發放通行證, 但南宮人出行仍受嚴安控制。 日前,南宮市文王先生告知海外中文媒體, 她的嬰兒只有一個月零三天, 一直在那裡吵吐。 現在嬰兒哭得特別厲害, 她想帶嬰兒去醫院, 但政府人員不但不開門放行, 還要報警將她送去派出所, 誣蔑她破壞社會治安。 黃先生說, 可以打的電話我都打了, 能夠找的人也都找了, 我真是糟糕。 南宮2月8日就說低風險, 現在發了通行證, 但由南關去北關都去不了。 我亦很動悶, 他們發這個證有什麼用。 無奈之下, 黃先生在網上發帖求助, 但他發的帖被網絡審查, 無法發表。 黃先生表示, 他們政府官員就是這樣無法無天, 無人理的了, 我們老百姓應該去哪個部門告他們。 他們都不是媽媽生的嗎? 給我們百姓一個說法, 我現在就是想出去, 給我們家寶寶仔看病。 他們一句說話的事, 但就是不行。 南宮市居民沈先生2月28日透露, 他哥哥1月28日凌晨, 心臟病復發, 陷入昏迷。 阿嫂先後撥打120110, 和南宮市中醫院的急診電話, 均無結果。 最後在鄰居的幫助下, 沈先生的阿嫂自己開車, 將哥哥送到醫院。 哥哥被送到醫院後, 醫生搶救了大約30分鐘, 就說人不行了, 要家屬放棄治療。 但當時阿嫂發現哥哥仍然有生命體徵, 就求求醫生繼續搶救。 但醫生拒絕, 而且遺體直接火化。 沈先生的父親一早7、8點到達醫院時, 醫院不讓家屬看死者, 亦不讓家屬車死者去火葬牆。 醫院直接把死者推去火葬牆。 父親在去火葬牆的路上, 才看了兒子一眼。 沈先生哥哥的後事結束後, 家人希望官方給個說法, 但至今一直沒有得到回應。 沈先生憤怒直言, 是因為老百姓的生命, 根本威脅不了他們這些官員的前途。 技術開發區黨工委, 原書記李建平貪腐30億人民幣, 被稱作內蒙反腐第一大案。 中共官媒近日起底, 李建平貪腐案的一些細節, 指李建平利用職務之便利, 明講他人承攬工程收受賄賂。 你的胃口越來越大, 賄賂金額每日益加碼, 由最初的幾十萬, 到幾百萬,幾千萬, 最後破億。 報導說, 李建平是在2018年9月被調查。 李建平的同事, 呼王浩特經濟技術開發區, 金村工業園區黨委書記白海泉落馬後, 你的貪腐事情也被曝光。 他在被留置前夕, 還試圖將二億多元資金轉移。 官媒披露, 李建平成立多家空學公司, 騙取國有資產。 最荒唐的是, 他竟然通過猜妹的方式, 隨意任命董事長、總經理、監事長。 李建平貪腐細節曝光後, 引發大陸網友熱議, 包剪答引我笑了。 包剪答是最公平、公正、公開的。 貪腐不在於省份, 是不是經濟發達? 官涵是不是足夠高? 只要有權就能呼風喚雨。 大官大貪、小官小貪。 總之無官不貪。 近日中共官媒還披露了 原雲南省委書記秦光榮的貪腐醜聞。 秦在雲南大搞小圈子, 為當大領導迷上八卦鎮, 一些中共官員對秦托大腿拍馬皮, 醜態百出, 有些向他下跪, 有些幫他腳底按摩。